大家好,我是KJRK,好! 不知道大家最近過得如何 現在武漢肺炎越來越嚴重 很多人都會在家辦公室 有些沒辦法的朋友 例如在餐廳或超級市場的朋友要上班 這次要小心,記得戴口罩 我知道現在到處都在搶口罩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驚慌 還有很多謠傳說沒有廁紙、沒有口罩 我相信在香港這麼自由貿易的港口來說 應該不會發生這件事 大家買足夠 不是叫你不買 但要買足夠的數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斷貨 因為尤其是口罩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全部人一起戴 大家一起共同去減少染病的機會 這樣才是有用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是自由貿易的話 而你的工作對象是青少年 就應該跟我一樣 現在手停、口停了 有很多時間在家裡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很多時間在家裡 就可以用來花多點時間去溫習 或者是做一些大家平時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我最近家裡的時間多了 所以就可以溫溫一個M1 希望今年7月的時候就可以M1合格了 說了這麼久 我們不如就開始今個禮拜的主題吧 今個禮拜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電視節目的日文 電視節目都有很多種 好像在說那個廣告 電視節目都有很多種 例如一些Documentary 一些新聞節目 一些真實節目 或者一些連續劇等等 之而此類人文怎麼說 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吧 第一個第一個最熟悉的 大家一定是看日劇 那這些日劇連續劇的日文怎麼說呢 我們會叫做 下一個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看的節目 因為有時候你上班這麼辛苦這麼悶 很想找一些節目輕鬆一下笑一下 沒錯就是這個綜藝節目 日本方面比較有名的綜藝節目 應該就是這個Alarashi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另外就是做一個月曜日的 我覺得挺好看的 那個都屬於綜藝節目 那綜藝節目的日文 我們會叫做 第三個 第三個我比較少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就是一些迷你的影集 可能比較短一點 我們會叫做 下一個要說的是一些talk show 大家可能有時候看到很多一些 傾談性質的節目 那在日文我們會叫做 下一個是我非常喜歡看的 每個星期都會看一次的 但不是一個日本節目 是韓國節目 就是Running Man 它是一個實景的節目 即是一些真人show 那在日文我們會怎樣說呢 實景節目會叫做 reality show reality show 下一個就是我很少看的 但以前打機的時候 它經常都出現的 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遊戲 叫做明星志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因為做明星 要參加不同的節目拍攝 其中一個就是這一類型的節目 好像叫做什麼 我轉我轉我轉轉轉 那樣的 就有點像一些quiz的節目 這些抑制遊戲類的節目 我們會叫做 下一個要說的 我就非常少看的 是最近 去年半年的時候 才開始留意多了 因為小時候都比較喜歡玩 很少看這麼認真 這麼正經的節目 那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新聞節目 新聞節目 日文我們會叫做 今天要教的最後一個 就是我完全沒有看過的 經常都很想很想看 但開了不夠五分鐘就會睡覺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紀錄片 紀錄片的英文 我們叫做documentary 日文我們都差不多 會叫做 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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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就分享了這麼多 不知道這八個類型的節目 有沒有你喜歡的呢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個日劇 和一個綜藝節目 如果你喜歡什麼類型的電視節目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覺得有什麼好看的 可能一些日劇 或者綜藝節目 也可以在IG告訴我 或者留言告訴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會繼續分享 不同的電視節目的日文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分享 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關閉字卡 或者看一些日文文章 就可以追蹤我的IG 另外我們每個星期三、九點 會做直播 星期五會上傳影片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